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 有这么一个小细节 杜江在等待升级的时候 做了一个下咽的小动作 刘人会说 这是杜江压力太大所致 但事实上 杜江做这个动作是真实发生过的 而他下咽的并不是什么口水 而是鼻血 当时中英双方约定 英国应在当天晚上 20 30 59分 58秒 将英国过气降下 而中国则在整点将五星红气升起 本来中方以为 所有的流程都安排好 一切跟着事先安排的流程做就行了 殊不知 当正式开始交进一试的时候 英国却故意提前12秒降落英国过气 而那英国过气降下之后 整个会场瞬间一片寂静 此时的猪涛 迟迟没有听到伯格的作响 一度怀疑是自己失聪了 12秒真的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 当时我真的一度以为我是失聪了 也就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 他开始流低血 但好在这种情况 在当天下午他就发现 中午吃完饭之后 午休一起床 我就开始流低血 主要原因已经是水腹步 压力太大 为了一方万一 他在上台之前 就往鼻子深处塞了一个棉球来持续 虽然从外面来看 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那个血并没有 就死止度 其实是仍然不断地从鼻腔 板楼到口腔里 终于紧张着12秒过去了 中国国歌按时奏响 听到前奏响起的那一刻 就奏响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按照平时训练的那样 将五星红旗一页 升到了顶端 这一刻 无数中华儿女 为之欢呼流泪 如今小演员的演技都这么绝吗 这四位不知能秒杀多少小剑肉 第一位 张子风 在唐山大地震中 有一场重头戏 时代和弟弟逼压在同一块石板下 妈妈面临选择救哪一个的难题 当天的妈妈最终选择弟弟时 张子峰的眼泪瞬间滚落下来 那种得到希望之后绝望的感觉 给了在场的所有拍摄人员狠狠一击 就连在监视器前的冯小刚也被震惊到了 第二位张希然 在唐探3中 有一场他被妈妈抛弃的戏 陈思荣担心他一个孩子 演不出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就在一旁细心指导 然而张希然接下来的表演 就让导演知道自己多此一局了 第三位杨恩佑 在最近获奖不少的人生大事中 可是带给观众不少惊喜 片中他对外婆的叙事 根本无法理解 直到后来三哥告诉他 再也见不到外婆的时候 杨恩佑一秒落泪 嚎啕大哭了起来 可能大家都熟悉他的这张脸 对他的名字很陌生 但说出几部剧 你就知道了 像是《青云年》里的小范贤 《雪中汗刀行》里的赵轩素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必须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 韩昊玲因为帮街坊举起电视天线 错过了与小美的最后一次见面 回过头挥洒的那两滴眼泪 简直太绝了 学内导演徐峥也忍不住的 跟他共情了起来 韩昊玲另一段风神的哭戏 来自综艺 《我就是演员》中 《岁月神托》的片段 虽然只是助演嘉宾 但他的表现却堪称炸裂 小小年纪的他 躺在床上 饰演一个白血病默契的小男孩 一阵子的咳嗽声 让在场所有观众都为他揪心 不得不说 韩昊玲这一系列的表演 对科班出身的演员 都有一点难度 更何况他们还只是一群孩子 某些小鲜肉们 真应该好好学学 刘浩然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去演了个戏 就突然多了个爹 地主家的傻儿子 在拍摄我和我的祖国时 导演陈凯哥想找两个 听话又不怕吃苦的年轻演员 来出演戈壁谈兄弟 可现在的娱乐圈 小鲜肉到处都是 想找一个不怕吃苦的 那真就像是西天取经 不过个八十一难 还真就不一定能找到 这可咋整个 陈凯哥头发都快愁眉了 就在这时 陈导突然想起了 自家那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阿瑟 听话又好用 不拉出来锻炼锻炼 还溜着干啥 再说了 在自己面前 他还敢不吃活 于是一个电话 就把阿瑟喊了过来 这下好了 第一个傻儿子找到了 可另一个该找谁 又把陈导给拦住了 这时候他的傻儿子说 他妖猫转离 我那个仙鹤兄弟刘浩然 不是挺无错的吗 陈凯哥一拍大腿 直接就确定了这俩兄弟 这俩兄弟被选中 原本还挺高兴的 但进到剧组后 才发现事情不简单 这哪是不怕苦啊 这都快成了个流浪汉了 不过这俩傻儿子 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当时他们沉淀的面 拼命演戏 阿瑟 能不能演 阿瑟 含蓄了 放肆一点 阿瑟 秘密还没过 你自己的心呢 阿瑟 她怎么听不懂你的话呢